好了 收尾观众 TVB采访团队持续在新加坡为您掌握 香格里拉对话的最新现场 除了齐聚亚太各国的高官 以及国防官员之外呢 在今年比较特别的 就包括了欧洲的国防部长 以及各阶层的官员 都也来到新加坡参加 这个香格里拉对话 而且呢 人数是比往年对比来说呢 是还要更多的 那这就包括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今天也现身现场 来听一下他稍早的访问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现身新加坡无疑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香格里拉对话 来争取外界对比乌克兰的支持 还有对比俄乌战争的持续关注 另外除了乌乌战争 印太相关的议题 像是南海以及台海 也都是关注重点 那可以看到台湾的正式官员 通常是没有办法 直接来到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面 与各方来进行场边的会谈 不过呢 主办方ISS智库 还是有邀请台湾的学者来到现场 这就包括了前国防部长杨念祖 稍早也接受DBS的采访 一起来听 他们关心两个预理 第一个就是台海情势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第二就是我们的未来的选举 现在目前是什么状况 大部分都问了这两个问题 那有跟美方有什么特别的接触 有接触但是不方便表达 我想美方也很关切 所以接触的层面也蛮广的 虽然是个非正式官方的身份 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官员 希望可以跟台湾方面更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的现况 那除了杨念祖前部长之外呢 那包括了院警基金会的执行者赖一周 也是在邀访的学者名单上面之一 所以确实可以看到各界 也是希望可以跟台湾方面的代表来进行一对一 或是非常多这相关的沟通交流 希望可以更了解台湾的观点 以上是为你掌握的尽情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